关于东京你需要了解的第一点 就是它不会在原地存在太久 自古以来位于板块交接处的关东平原 每隔六七十年就会遭遇一次毁灭性的强症 其中最惨的一次是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 尽管它的震纪不如2011年高 但却夺走了14万人的生命 并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进程 早在1905年一个叫金村民横的年轻人 便根据地质资料和历史记录发表了一篇论文 预言日本将在50年内发生大地震 他研究了中国东汉科学家张恒制作的侯峰地动仪 希望有一天能复原这个上古神器用于地震预报 当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改革 一举击败了清朝和俄国 迅速成为了亚洲霸主 全国上下都沉浸在爆发户的德意和张狂中 根本没人理会金村民横那篇不起眼的论文 学术界的权威专家更是对其猛烈抨击 认为他的观点缺乏科学依据 然18年后也就是1923年的9月1号 一场8.2级的大地震扑向了首都东京 剧烈的颠簸瞬间摧毁了城中80%以上的房屋 即便是日本邮川公司东京会馆这样的钢筋混泥土建筑 墙壁梁柱也发生了开裂弯区 而人们好似站在棉花上 人凭双脚如何用力都跑不出摇摇欲坠的房屋 即使有人侥幸逃出来 也会被倒塌的房屋砸中 或陷入巨大的裂缝中被活活困死 崩裂的山体将铁路拦腰扯断 一列载有200多名乘客的火车 在行径途中与堵滚动的塌方迎面相撞 短短几秒钟整列火车便淹没在了山石泥土中 而高达12层的凌云沟从中间一折两段 它是日本当时最高的大楼 也是最早安装电梯的建筑 它的倒塌仿佛象征着辉煌的明治时代就此落幕 比起防崩地线火灾将这座城市彻底推向了绝境 地震发生时恰之中午 家家户户正忙着烧火做饭 家之东京的建筑多为木制结构 随正波来袭时是卢岛造翻火光四界 一下就引发了数百处火灾 巨大的热量随着气流上升 形成了一种极为罕见的火旋风 它裹挟着燃烧的木头四溢横行 引燃了更多的房屋 整个都市瞬间化为了一片火海 而供水系统用水管被掩埋折断 有完全瘫痪 尽管消防队拼尽全力 用蒸汽泵从护城河中抽掉水源 但面对这场滔天聚火 无疑是杯水车薪 作为灾心的神田一带 被烧得漫天浓烟 网入世界末日 昔日的欢乐之地浅草公园成了一片废墟 路旁仅剩下一些电车残骸 东京大学里存放的70多万卷珍贵书籍 全部化而灰烬 惊慌失措的人们 一边在火海中拼命奔逃 一边呼唤着家人的名字 镜头里的每一秒 都在上演青不识字 子不识青的人间惨剧 躲过倒塌逃出火海的人们 很快聚集到了陆军被赴场 里面有块体育场大小的空地 是最佳的避难所 人们正清醒逃过一劫时 一股龙卷风却夹带着火球 点燃了库存服装 一时间烈焰封死的所有出口 并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在此避难的四万多人 无一幸免 统统被大火吞噬 最令人心酸的是 死者尸体的处理工作 凡面目可变的尸体 先停放在集中点两天 等待亲属认领 无人认领的尸体 则运去集体火葬 向陆军被赴场是尸鸡如山 一连烧了五天五夜 宛如人间炼狱 其实这次地震 仅持续了五分钟 因倒塌丧生的有三千多人 但蔓延的大火 却一连烧了三天三夜 在火海中丧生的人高达5.6万 占到了遇难人数的80% 偶尔市中心的浅草寺观音堂 却奇迹般的未被烧毁 在此避难的数千名百姓 均安然无恙 地震发生后 由通讯被他方切断 日本政府各部之间 仅靠五百多只信购维持联络 无法组织大规模的救援行动 所以最初的救济工作 多为自发性质 医护人员们还来不及寻访家人 便立刻投入到了 救治灾命的工作中 受灾较轻的商店 一位过路的难民免费提供糕点和茶水 稍作休息后 人们怀着渺茫的希望 四处打听家人的下落 被烧伤的孩子似乎忘记了疼痛 直一味地哭着寻找父母 根据统计 当时无家口归的难民 多达了两百多万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 中国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 曾饱受日本侵略 但此刻却不计前嫌 率先筹击了20万元汇给日本政府 梅兰坊更是举行了一眼 为日本灾民筹集善款 由于陆路交通全面瘫痪 各方的救援物资只能通过海路 汇集到织谱码头再依次分发 鸡皮交加的灾民们 如今终于能吃上一碗热饭 喝上一口清水 随后人们自寻生计 沿路开设了露天理发店小吃摊 各地师生则靠着捐赠的文具和物资 迅速建立了野外小学 但令人寒心的是 日本内阁为了转移公众仇恨 竟宣称中国人和朝鲜人在城内趁火打劫 人心惶惶之际 日军以保护为名 残忍杀害了6000多名朝鲜人 和750多名中国劳工 史称东营惨案 事实上地震发生后 日本便派了3万军队来维持秩序 且烧焦的死尸身上 无论现金还是珠宝 均带有一股强烈的臭味 一旦揣在兜里 马上就会被人发现 因此趁火抢劫事 纯属子虚无有 事后横冰法院经过调查 承认这是误杀 并判决对中国受害者进行经济赔偿 但从未具体执行过 9月底 日本开始清理废墟修复电线水管 并对残存建筑物进行拆除 当时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 近距离拍下了浅草林林歌的爆破过程 根据统计 此次地震一共造成了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约等于日本20年的财政收入 多年来日本历经图治 靠着老百姓节约缩时 和持续的侵略扩张 积累起了巨额财富建造了繁华的东京 但仅仅5分钟便损失了全部家底 可以辛辛苦苦几十年 一阵回到明之前 更糟糕的是 关东大地震进一步诱发了 日本人心灵深处的危机意识 要知道日本是一个 自言缺乏灾害频发的小岛国 开拓海外生存空间 自古便是全民共识 地震发生后 日本民众的安全感跌入谷底 许多人开始担心 有朝日自己的国家会沉入海底彻底覆灭 1929年尚未从地震中 喘过其来的日本 又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 工业产值和出口 平均下降了四成 破产停业的银行多达58家 具体体见到底层百姓 就是卖娥卖女 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 女性的平均身高下降到1.48米 男性的平均寿命缩短为44岁 有越坠的日本政府 于是挺而走险 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 因为只有战争 才能发展军工企业带动就业 只有对外掠夺 才能挽救日本 濒临崩溃的经济 转移国内矛盾 而对普通人来讲 战争不仅解决了生机问题 也缓解了精神上的生存恐惧 于是日本全民上下 心甘情愿地走上了 军国主义的不归路 给中国以及全世界 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传播论的不归路 使用中心甘情愿地走上了 军国主义的不归路